恒指下探返收,腾上红股是否要启动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港股怎么看,我是Lin Lo 今天是8月30日 恒指以今天收到一条很长下影线的阴族 这种触线是机会吗?如何判断? 第二,港股的投资机会是增加还是减少呢? 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美责声明,我们留木制造指标的影视,收购任何股票是不扣成任何推介的影视 投资者需要预息市场风险 如果你是首次收礼我们的影片的话,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Homichart.hk,打开这个小铃铛 以便你以后期可以长期的收看和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 下面的个股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案例 通过继续分析的深部分分析的步骤来分析 先带后小,对于市场来说,我们一直先看底市 再看个股的 好了,今天强势股有162个来的 比昨天是首尾感少了,所以市场仍然是存着欲 投资的机会 比昨天来说,首尾,即是今天的市场跌的 但其实已经少了几只,不是很多,所以市场 其实过股的机会是有的 好了,先看看指数 关系指数 关系指数,今天是打到多少点 19645 还记不记得我们这条竹的一半是多少 好啊,按下,先拿去计算器出来看看 这个的虚市价是19418 19418加迷 它的收市199600 199600 今天最低是去到19645 击穿了一下,就抽升回来了 在这个位置来说 一条有下影线的垂头 即是阴阻来的 收市价是没有比昨天的收市价低的 代表,好友的反击说明前面支持位 依然有效 而且呢,通过趋势指标 多空黄 它是回来了,是不是? 回来了之后呢 收了一条阴阻 在这个位置 所以正常的回落 所以正常的回落 那好了,那到底是 好啊还是不好啊 我们看下面的资金情况 我们的DE 资金流入情况 依然是流入中的 代表市场 整体上的资金是尽流入的 那说明,这一段的下跌回落 到了支持位 可以说是属于回到支撑位 所以这个位置 有继续反抽的动力 在那里的 OK 那说明 这个中期未真正举变 但是短期 从这个位置的反弹回落 到了一定的支撑 一旦收羊组的话 就会继续上攻 所以如果我们需要 等待回落 是否可以收出羊组 如果可以 那这个 继续上攻的动力 才会比较好 那我们看看 它可以说是属于 就是 我们把它重新 突破了这个重要的 就是 下跌通路 反抽 我重新画一下 这里 这里 sorry 把它放快一点 这个是下跌通路 是不是 嗯 突破了 回踩回来 嗯 当然了 如果把它修正一下 歪了一下 这是一个大的通道 两个点 第三个点 其实这条 嗯 重新修正一下 这个 sorry 将它 重新画一下 嗯 这样 好了 就是 大义的通道 和小的通道 全部都突破了 然后回落 到我们 就是 今天呢 是会踩到这个大义的通道 下回到这个小的通道 已经来下面这个位 很近的了 基本上就是支持位置上 这个是它现在的走势 那我们见到呢 在货今天是有首尾的增加的 不过呢 没有什么特别 是属于 短筹资金 在这里 占到主导的作用 的 好了 这个指数 来到这个位置 就对表市场 就是 行间 即是速势 速势 就是 速势行间 这个 就是好游的力量 速势 要 要有送升的这个需求 嗯 因为周善图呢 看到吗 上一次我们也说过了 脱离了这个超越区 这个星期是逢低去吸入一个机会 照呢 这个星期收在 就是照这个星期 收在 19656以上呢 整体上都是 就是做好为主的 所以这个适动去 入场 但是它暖期 我们见到 多康王飘帝呢 是这样滚了下来的 是吧 不是真正正正的转好的 就是 不是真正正正正的 真的已经 转了红飘帝了 不是真正的 转小了 所以这个只能够叫做 嗯 这个反达 好了 这个指数方面 你看它的相反的 ETF 就是 7500 是不是 它是否 激穿了你的红飘帝 抽升回 没有突破 抽升回 没突破 一旦 收缩阴足的话 就要先离重 OK 好了 这个是它的相关 700 为什么会说它 因为科技股 带动了这一段的反抽 那它呢 它是 前几天 这里 是不是 转了红飘帝 但是它收缩阴足 所以它要回落 反而是要走一走 回落回收容足 而且是来到我们的支池附近的 在货是角欲减少的 所以 可以说 腾送在这个位置 日圣图呢 是走出一个波段的 向上的这个走势 咦 今年的最低位呢 可以去做回逢手 因为它的支撑位在这里 最低位是313.8 在这个位置 都是安全的 周圣图它呢 是反抽到我们的六标帝 腐格 即是周圣图未真正行好 但是日圣图已经稳稳的 所以日圣图的 就是短期的上升波段 这个可以看到 好了 这个是它 所以要注重一下这个东西 前面有人说 恒子的支撑阻力 上一次 今天不介意我说 我们将它 播出来 说一下 好了 按出来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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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贡吹晒之后的反抄 然后通过BBE 远离了6票带收音 先走 等它转红票带回来 用足再去买 要这样才可以 否则先离开等待的状态 因为前面戴户炒过一段之后 走了 但没有走 在货油感少 但未周定消失 所以这个动成一个反弹结束回落 等下一段 下一段去迟的时候 最早也不迟 好了 这是238 238是汽车里面的 我们要谈谈汽车 因为最近的汽车股 前面拉过一段之后 转回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周善图 收出阴竹 收用竹反抽 最下跌 击穿了 我们的红票带 又有去迟反抽 周善图 正在反抽 正在升 日善图 可以看到就是反抽到 我们的 我们的6票带 等它升到上面 收阴竹 再走 可不可以入场 还有 博这个反弹的话 这个6票带的阻力位 在这里 7.236 来的 就是鼠标 指着的 这个位 这个位 这个是它的 阻力 OK 好了 看看2333 重乘汽车 它的话 可以说 在这段里面 就是 大家不要发现 我们刚刚看这几只股票 然后 慢慢慢慢 我们的 波段指标 多凶黄BBE 绿色的票带 顿油占优的走势 慢慢消耗 好像要衰竭 要转红票带 那样 是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 未来市场的股票 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股票出现 一旦它们转好了 那我们的投资者 要抓住 这段行程 没有去错过 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 就是那些 之前还有很多在货的 还未真正转好的 你就不要说 立刻就出进去 否则 后边如果再跌 就像那个 哪个 大家再说 我们先看 这个应该去清晰看看 收缩阴热 先逢高 避虚一下 等它转小 最早都不迟 只要它没有走势 后面还是有机会去增加 好了 看看 这个叫做 是否1929 不是19278 也不是 你看看 1729 这个股票 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个股票已经强壮股 看看 升了一段 又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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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到现在了 现在 装家超过75.5% 高度看冲 这样 打回来 收容 跌下来收容 又回来 到前高的位置 前高追货的人多不多 看看 前高追货的人 如果不多 那说明这个突破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现在看到就是 来到前高附近 今天追货的人 是一胸多一部分 现在的支持区 这里是很低的 重要高位的成本位 最近的 你去最近的 譬如如果指数 如果来近的股票 回落到第一个支持 2.3%的话 不跌穿 即是跌穿回来 你就可以适当它 买买买去做的 那上面的阻力位 是2.3200 今天最高 是2.34 突破了 但中午之前多 所以这个位置 想追货的人 是去少住去追货 但是这里的 防守位 就是这个支持 看到吗 2.14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才可以安心的 握住 如果A-1都之后 不要取 真的穿了 你要做知识的 因为这个股票 已经升得比较高 好似前面的一样 是不是到前高 到前高 到前高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 适当它入一入 是吧 但是它在支持位置上 你就不用走 打回来 收容 就升了上去 就是突破 那这次是不是 第一次 是不是没有突破 现在是第二次了 看到吗 现在是第二次了 那回一回再升 这个更加好了 这个是这个股票 所以如果你没有 想入 要注意这两个股票 好了 好了 有人说 我如何去追踪 这个股票 但未来的时候 我会继续增加 前面 我们给大家这个 名额 给大家去 去体验 我们的手机app 这个装家 模板 马上要结束了 所以希望大家 隔一段时间去 去体验 左下角在这里 按这条铃接 就可以去体验 好 继续看 下一个就是 哪个 日清 这个股票 应该是01 不是这个 14 1475 这个股票 已经升到很高 对吧 从前面的高位 对吧 已经破了前面高位 庄家超过50% 一直保持着 红仓的状态 如果今天 读完间 读完间 看看这条庄马 今天这么多人追货 对吧 滚回了之后 又抽升回来 OK 说明 而且今天 大浩子金不是这么少的 要小心 即是 升的时候大浩子金反而这么少 要警惕 即是没有盲目去追入 这个下面的支持位 6.08到6.12 现在最高位 这个位 最好 目的村 6.34 如果明天 激村 先 食物一下 先 避一避 不用这么急 这个是这条股票 因为高位追货的人 多 就要 你最要去追 那你只能够 少少试一下 因为这条股票前面 给了很多次机会 给你进的了 在货局有的时候 慢慢喷声物 大浩子金增加的时候 突破了 然后后面 大浩子金 即是这里突破了 大浩子金增加 又突破了 所以它慢慢升 这个位置 5.9 现在6.13 多 都不少的幅度 如果是我 我会等待它 因为大浩子金减少 最好就没有跌穿 跌穿的话 我会先减持 那没有货 就先看看 未来的 会落的时候 大浩子金是否继续增加 再去考虑 好了 好了 今天那个 那是什么组织 终构 红股 没有 暗度出来 多少组织 来的 再找 下一个是新东风亚 新东风可以说是热门股 9.01 创了新高 一条很长长影线 创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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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持高 创了新增 创了新增 创上ń 创出新增 创上 nar 現在你看到高位追貨的飲料 就是上面的籌碼 暫時還未好多 所以這個延續性還有 這是這隻股票 83900839 這兩股票可以見到就是 在下壁前面經過一段勒聲走了 會沒有走勢 然後從這個單位到現在來看 鬥志金連續增加簡單 有人說可不可以追 等我升到深四天才問我追不追 你都是後知後覺 甚至不知不覺的 前面的時候 到這一天你就應該去看到了吧 在火焗日 突破了 那不買入 上面是有空巾的 買了之後遲有 遲有到今天 到了附近你才問我可不可以進 如果你進去 這裡有個支撐位 6.66 千萬不要穿 現在就是倒了 倒它突破了 上面空間7.29 短炒 短炒一下 這裡是可以的 中期座這個位 不一定馬上去過去 所以你通過 籌碼分布加上這個 裝加一清二所 明行出來 你都會知道它的空間水位 你還經什麼呢 好 看看這個 前面有些朋友問的 我講一下 應該是這個 1910 新手禮 新手禮 你看 這個股票 前面都是 可以說是 一個 短炒之金 一波一波 這樣炒的 升得廢 走得廢 這種股票千奇 千奇 千奇 深刻千奇 不要去高追 一追就是高位 這個股票前面 爆升了上去 大戶走了 滴下來了 是不是 現在呢 大戶開始增加了 今天收市是19元 昨天最高是19元 都沒有突破 都沒有突破 所以有人說 這個位置可不可以入 今天是這麼少的 列口上去 就是它們的 重要的支撐位 等等 這個是支持區 那可不可以入 水倒 如果這個位置去入 水倒 在中間最醜 就是倒去最利益 的狀態 這個位置呢 下方的重要支撐 是這裡 看到嗎 大戶金是這麼少的 如果你有課 今天最低位 18.76元 是無敵村 如果你沒有課 暫時沒有 入場的訊號 沒有 即是 它打走下來 大戶金增加 它沒有突破 沒有突破 說明它這個位置 未夠肯定 即是未夠 醫院說 未是很強勁 的話 直接拉升上去 有人說 我已經入了 入了你 注意今天最低位 18.76元 不要被跌穿 就是收視 收在這個位置上 你才可以繼續保持 上方的阻力很低 是嗎 高位追負被吐 19.62元 在這裡 OK 現在呢 就在 19.08元之下 這個位置 突破不了 是不可能來到19.7元 這個位置要突破了 19.08元要突破了 它才有機會來到19.7元 OK 有人說 我倒它來到這個位置 你要注意 就是 咦 你可以承受嗎 18.76元 就是你的折蝕位 如果 不成功 跌穿 你可以去折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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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去折蝕 這個是屬於 沒有信託 但是你非得 要去追 你有這樣的辦法 因為 列口之上 有人說 這個位置是成本 它沒有理由馬上走 它肯定要去折蝕下去走 這樣說 沒錯 所以 有人說 這個位置去折蝕 就是 少少試一下 不能去折蝕 去折蝕 但你要注意 這個股票已經是 前面是不是 每一次都是 拉一波 走了 拉一波 走了 看到嗎 後面還有漫長的下跌 如果你捉不到這個蝕蝕 你在裡面是很容易輸很多錢的 這個股票的運作就是這樣 因為之前 你看看 它給了很多次機會 你飛得 等到它爆升的時候 你才去追它 肯定 就已經錯過了 是吧 前面試跌的時候 它都沒有什麼跌 是吧 前面是強益指數的 OK 這是這些股票 好了 這個可以看到 這個清楚的就是 它們的操作 有些朋友說 這個 這個手機APP 就有機構的套尼模 裝 趨勢 資金 可以看到 按左下連接 按這裡 然後去體驗 好了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